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太阳家的品品老师 虽然放假在家大家都还好吗 每天都要量体温哦 还有要记得多洗手 今天品品老师要带大家来做好吃的食物 上次我们小太阳家有做创意的蔬果化 我们有剩下的一些食材 那我们把剩下的食材拿来做其他好吃的东西 这样才不会浪费 那我们今天要准备要做的是凉拌小黄瓜 我们准备了小黄瓜 然后呢还有蒜头 然后还有糖跟盐巴 还有白醋 好那在开始之前呢 在做任何的好吃的食物之前 都要记得都要先洗手哦 好把手洗干净了吗 洗干净了才可以开始哦 这个是我们在超市买来的小黄瓜 那小黄瓜也要把它好好的洗一洗 把它洗干净 小朋友们可以帮助爸爸妈妈一起洗 然后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把小黄瓜都把它拖干净 一定要洗干净哦 不然上面会有农药这样吃的不健康 好准备好小黄瓜以后呢 我们要来用的东西是刀子 刀子很危险 不可以拿来玩 一定要在爸爸妈妈陪你的情况下使用哦 首先呢 我们要把小黄瓜的头跟尾巴都切掉一点点 好那头跟尾巴的地方呢 我们就不要了 接下来呢 要请小朋友小心的使用哦 接下来我们要把小黄瓜切成一小段 一小段 一小段 你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哦 我们要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记得不要太长哦 如果太长了就不好吃咯 好 先停 小黄瓜呢 切成一小段一小段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样子粗粗的小黄瓜稍微把它打扁 那我们可以用食物锤 也可以请爸爸妈妈用菜刀 用压的方式把小黄瓜压扁 把它压扁以后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盒子里 你可以用食物锤把它锤扁哦 但是你在锤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太用力 不然它会喷出去 好我们把小黄瓜都一个一个的压扁以后呢 我们要接下来做其他的处理哦 所有的小黄瓜都把它拍扁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动作是要加入盐巴 盐巴不要加太多不然等一下才会变得很咸很咸哦 我们先加一小撮的盐巴 然后呢 把它稍微摇一摇 这个小朋友摇的时候要小力一点哦 不然它会飞出去哦 好那加了盐巴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放在旁边 让它睡五分钟 刚刚说了我们小黄瓜要让它在旁边睡觉睡五分钟 那在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来做其他的事情哦 那在凉拌小黄瓜呢 我们有些人会用姜 那也可以用蒜头 那平平老师今天准备的是蒜头 那蒜头这个东西它压的时候 小朋友要小心哦 或者是你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 我们的蒜头要把它压扁 待会要把它切碎 让它变成很小很小的蒜头哦 好那我们蒜头压完以后 要把皮剥掉 这个皮不能吃哦 把皮通通都把它剥掉 看一下 下回把小黄瓜摇一摇 然后帮助小黄瓜赶快出水哦 好五分钟过了哦 那小黄瓜已经有出水了哦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小黄瓜里面的水呢 先把它倒掉 那你要请爸爸妈妈帮忙哦 好我们把小黄瓜倒掉 里面的水倒掉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刚刚的蒜头把它加进去 哎 好蒜头加完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加的东西是糖 那小朋友有时候你会觉得甜一点比较好吃吗 会吗 嗯不一定哦 不一定都不对 嗯好那我们糖不要加太多 我们大概加一汤匙 这样就好了哦 那接下来呢 要加的东西是这个 白醋 好那 白醋如果加太多会怎样 酸酸的 很酸哦 所以你要小心不要加太多 我们可以 加一些就好了 好 这样一大汤匙的醋把它淋下去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它 你手一定要洗干净哦 平平老师都有一直在洗手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它摇一摇 然后请你用汤匙把它拌一拌 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过以后呢 最后我们要加了一个东西 刚刚忘记介绍的 最后要加的是香油 加了以后会很香 会变得很好吃哦 好我们把它加一点香油进去 好加完香油以后 再搅拌一次 这样它才会每一个 每一个那个小黄瓜都香喷喷的哦 好接下来呢 搅拌好了 最后一个动作很重要哦 我们要把它冰到冰箱里面 那冰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吃了哦 好吃的凉拌小黄瓜就完成了 好 那冰完一个小时以后呢 我们美味的凉拌小黄瓜就完成了 那这是平平老师的食谱 那请问爸爸妈妈们 你们有没有其他好吃的小黄瓜料理呢 如果你们有好吃的食谱 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我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做 这个食谱 在这一桌儿肠里面 说真的很甜 gelir 我们就能ت庆备 这一桌儿作丹 我们就不服辞